生活风风雨雨,岁月匆匆忙忙,所愿,所不愿,皆不如心甘情愿。 生活多了很多的传奇色彩,从生活富裕的公子割到落魄的贫困户,最后到现在的一无所有妻离自散。 不过康特从不抱怨生活,积极应对任何困难,一边找妻子一边工作,还不忘帮助老者。 可以说康特是一个重情重义有责任感的好男人,大家也都在期待他能早日找到阿祖法,只可惜天不从人愿,两人偏偏在关键时刻完美错过,康特和阿祖法之间不知道算不算是灭源。 总之他们有一段很短暂的幸福时光,但是其余时间都在痛苦中度过。 昨天晚上,康特还是在卡车上睡了一夜,他早已习惯了这种流浪的生活,因为没有妻子也就没有了家,只能四海为家。 我们生活在如此现代化的世界,交通以及信号网络四通八达,其实要找到一个人并不难。 但康特他们生活在各方面物质条件,比较落后的游牧地区,不仅网络和经济不发达,人们的思想也停留在相对落后的文明时代。 康特看起来精明能干,但有时候思想过于陈旧,总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特理独行,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,才导致他到现在连阿祖法的一点线索也找不到。 康特一大早就开着卡车来到超市,不过他可不是给自己买早餐吃,而是准备给家里的猫猫狗狗买美食。 人有时候都吃不饱了,鸡一顿饱一顿,康特却舍不得让他的动物挨饿。 吉尔纳想把狗狗送走其实也情有可原,养那么多条大狗每天开销挺大,如果家有余粮还能养,但是现在家里住帐篷,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,康特实在不应该再养那么多狗狗,所以康特的行为有时候确实令人费解。 康特给狗狗们买了好几包的生肉,也不知道需要花多少钱,看起来是不少,不过可能不够家里的那几条大狗塞牙缝的。 康特只给自己买了一瓶饮料当早餐,却给狗狗们买一大堆肉食,结完账之后,他就带着那些美食回家了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行驶,康特终于来到曾经居住的小屋,不过来到之后,康特并没有看到妈妈,还有表妹吉尔娜,可能两人今天都工作去了。 康特将自己购买的肉,喂给狗子们还有猫咪,康特虽说心里怨恨着妈妈,也痛恨吉尔娜,但是当看到他们受苦,为了攒钱建造小屋,康特心里还是非常不舍的。 康特就是那么一个人,刀子嘴豆腐心。 康特一边给宠物们喂饰,一边看向来世的方向。 显然,康特是想着和妈妈聊一聊,但是,那位妈妈每天早出晚归,如果不留下,很难见上一面。 康特没有想到,就连吉尔娜,到现在了都还不回来。 喂完宠物狗,康特看向曾经的羊圈,看着妈妈这段时间都住在羊圈里,康特心里更是有些难过。 康特真的是一位孝子,尽管那位妈妈对他做了那么多坏事,破坏了原本幸福的生活,可康特还是决定要帮助他们,但不是给他们建造房子。 因为,康特目前根本没有那个经济实力,不过,康特可以为他们在村里租一间房子,这样也不至于,到了晚上冻得瑟瑟发抖,那位妈妈本来可以住遮风挡雨的好房子,只因她始终认为阿祖法母女不祥。 不顾对错,强行赶走了他们,最后导致自己每天住在羊圈里,这要不是康特心思手软,不知道那位妈妈等到了冬季该如何生存。 在把买来的肉喂完,康特和宠物们打完招呼,准备到村里看看,有没有出租房子的,康特本来就很困难,现在还这么帮助妈妈和吉尔纳,不知道康特的真心,能不能让那位妈妈回心转意,重新接受阿祖法母女。 其实对于阿祖法来说,接不接受已经无所谓了,因为,过上一段时间,阿祖法母女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大房子。 从小屋离开,康特开着四轮卡车,准备前往村里寻找空房子。 经过一段时间行驶,康特终于来到他从小长大的地方,这里康特非常的熟悉。 没错,这个地方就是康特曾经的家,看到大房子,之前的事情瞬间涌上心头。 康特用手敲响了大门,他想要看看现在谁住在里面,有没有房子出租。 显然,康特是想着租下来这间房子,不过啊,很遗憾。 康特敲了半天也没有人开门,说明这家里并没有住着人。 于是康特就通过电话,联系到主人,询问他这个房子现在住着人吗? 对方说,原本有人但在一周前刚搬走。 康特询问价格,在和对方讨价还价之后,康特说,让房主人过来想看看里面,如果里面干净就把房子租下来。 打完电话,房屋主人让康特等一下,说马上就赶回来。 康特在经过半个小时的等待,一名卷发小哥出现了。 没错,这位小哥现在就是这间房子的主人,两人在相互握手问候一下之后,小哥却说,康特必须要先付款,不然就算了。 但小哥保证,如果里面不干净,或者太乱,会找人帮忙收拾。 康特最终还是听从了小哥的建议,先是把身上的钱拿出来递给了小哥。 小哥在接过钱之后,打开大门领着康特,走进了康特从小长大的房子。 很多陈年设施都没有改变,房间总体还是很干净,康特决定租下来。 在把小哥送走之后,康特躺在了地毯上,紧闭双眼睡着了,不知道这一觉,康特会睡多久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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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